这次我们讲第八课 快捷启动软件 通过这节课帮助大家了解 Windows中快捷启动软件的方法 课程的重点分三部分 第一个是温加数字键 快捷启动软件 第二个是自定义快捷键启动软件 第三个是利用运行窗口启动软件 其中难点是 使用我们的运行窗口启动软件 我们先回到桌面上 我们先讲第一种方式 温加数字键启动软件 在我们之前的课程 讲温的组合快捷键时 讲了我们用温加数字键 可以启动任务栏里面对应的窗口 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来快速的启动我们的软件 我们要将一个软件 拖拽到我们任务栏 固定到任务栏 现在这个软件 它是没有启动的 我们使用温加数字键 就可以快速启动这个软件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我们任务栏 第二个图标的位置 第一个是开始菜单 我们不计算 然后第一个是PPT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固定的 这样一个火融安全软件 我们直接用温加2 就可以快捷启动这个软件 它启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下面有一个白色的横杠 说明它是开启状态 然后它支持它的窗口 我们关闭 然后这就是第一种温加数字键 我们将相应的软件 固定到我们的任务栏 然后通过温加对应的数字键 可以快速启动 然后我们看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就是通过快捷键 如何设施快捷键 来启动我们的软件呢 我们在软件上右击鼠标 选择属性 在属性里面 快捷方式 上面有很多选项 在快捷方式这个选项下 这里有一个快捷键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 相应的快捷键 去启动我们这一个软件 它现在默认的是 Ctrl加out加1 我们可以修改 Ctrl加out加2 然后我们直接确定 它会提示需要管理员权限 我们直接点击继续 就完成了设置 这个时候我们按Ctrl加out加2 这三个键 同样的可以启动我们这个软件 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二种 快捷键软件的方法 然后最后 最后我们看第三种 第三种 因为我们的运行窗口 我们知道我们使用 Wn加2键 可以快速的 呼出我们的运行窗口 然后在这个窗口里面 它有个提示 在Windows中 根据你输入的名称 打开相应的程序 文件夹文档 或Eternet的资源 我们试一下 我们桌面上有一个搜狗高速浏览器 我们直接输入搜狗高速浏览器 我们点击确定 它会提示我们 Windows找不到文件 搜狗高速浏览器 所以它没有完成启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运行窗口 它会访问我们的一些权限路径 但是我们桌面 这个不在它的这个访问权限里面 所以它无法快速的检索到我们这个软件 并完成启动 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设置后才可以 如何设置呢 我们在我的电脑 上面右击鼠标 选择属性 然后它会弹出一个系统的设置窗口 在左侧有多个选择 我们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选择高级系统设置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系统属性 我们在右下角选择环境变量 它会弹出一个环境变量的设置窗口 然后我们看系统变量这个部分 系统变量这里面有很多个 我们要选择这个Path 就是路径的意思 PETH 大家记住这个 然后我们点 这里的编辑 它会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桌面 加入到这个环境变量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运行窗口 快速的启动我们的软件 如何加入呢 我们点击右侧的编辑 不是 我们点击浏览 浏览的时候 我们直接选择最上面的桌面 然后点击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桌面 就会加入到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每一个都相应的确定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关闭 我们再用温家换出运行窗口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搜狗高速浏览器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运行窗口 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软件 同样的桌面上的任何的内容 都可以通过运行窗口唤醒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视力文件夹 我们直接输入视力文件夹 点击确定 这个文件夹就会打开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前提 我们需要将相应的路径放在我们的环境边量里面 我们需要把桌面这个路径放在我们的环境边量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自由的启动软件 好了 这节课就是这样 给大家讲了三种快速启动软件的方法 分别是温家对应的数字键 这个需要大家提前将软件固定到我们的任务栏中 根据任务栏中的位置 选择相应的数字键 第二个就是自定义快捷键 自定义快捷键的话 需要大家在软件的属性里面设置快捷键 第三个运行窗口 温家掉出我们运行窗口 在运行窗口里面直接输入软件或文件夹的名称 就可以换显相应的软件和文件夹 但是这个前提是需要在环境边量里面设置好桌面的路径 添加进去 同理的如果大家想把图标放在另外一个文件夹里面 只要把对应的文件夹 添加到我们的环境边量里面 同样是可以启动的 然后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还讲过温家S搜索 同样的通过温家S搜索 就可以实现快速打开软件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温快捷键的课程里面给大家讲过 大家可以再尝试一下 好的 这一课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